为什么发疯文学会火 首先啊 你看到一句论述性的 议论性的 一定要确定这句话 本身有没有问题 它看似是一个疑问句 为什么 但已经进入它的圈套了 那到底火没火呀 不知道 我们 这个能成为热门话题 我想也不是 自编编的 至少有一些依据 那么看来 有可能会火 到底火没火 现在 自媒体 互联网 越来越普及 年轻人 人手一部手机都会用 电视看的都少了 收音机更不要说 电脑也不一定用 就拿手机 很多就够了 除非你打游戏之外 各玩各的 最早先 有看的文字小说 后来 这个视频 不断的短视频发展 其实最火的应该是短视频 但是老是看 飞眼睛 有的时候 做什么 不一定 能顾得上用眼 有的 改做听 那走路 开车 都能听 所以呢 就是各种的自媒体形式 那么这些东西 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大多数是 所谓的文艺的东西 人文的东西 我们自古啊 都是中文 清理 其实也是中文 清理 理科数理化 这些东西啊 老百姓很少用得到 过去讲 事能工商 把商业 把这个一些工业 都视为奇迹引巧 能不用则不用 那为什么 你说方便 方便 同时 首先第一个 过去冷兵器时代 你不能摄政 第二个 其实更重要的 就 勿欲横流 勿设人心呢 人全被这些东西 都左右了 谁 踏踏实实的重地 谁 创造一些 对人真正 直接性的 价值 都是 弄那些 什么所谓的服务业 让人成为废人 一些 过度的技巧 这个工业 也在内 就各种 重工业 轻工业 我们 平时用的 方便创造 现在到处都手 那很多都是 人 反背 其所累 你说有的很方便 是 那人懒了 身体首先 老是懒 身体也差 但是有些确实是方便利用 但 真理 至于至善 发明也至于至善 现在就过度发明 那么 应试 应时而生的 真的需要的 你再去 发明创造 那老是 偷奸取脚 偷袭耍华 所以 所以懒人 怎么就起来 那文 到头来 始终是最重要的 但现在的文 说实在都泛滥 你看古代的 文言文字 就很少 后来 越来越多 到了 唐氏松寺元曲 明清小说 越来越长 那后来又发展着 其实早 先就有啊 但是 不断的 去发展这部分 戏剧啊 戏曲啊 评书相声 演绎 这都是后来人 弄出来的 然后各种电视 电影 过度的 反话 人都被这些 所吸引了 人脑子就发疯了 所以说 你说他是疯的 你说他文学 会